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疑将会对火箭原有的阵容融化,造成不少的影响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新赛季火箭的首发阵容,将其有可能是保罗、哈登、戈登、塔克和巧佩拉 这五人全部是火箭上赛季的球员,对于球队的战术非常熟悉,整体的磨合也更好 这可能也是则安东尼选择让戈登首发的重要原因 同时如果将安东尼拍上手吧,他在防守端的短板,将会在和哈登打到之后,无限放大 因此,将其藏在替补上,不实为一种好的选择 人本被看作是阿里扎接班人的温尼斯,作为球队的新员,在完全熟悉火箭的防守体系之前,恐怕在防守端不会比戈登做得更好 因此权衡之下,德安东尼实际上是更相信戈登在防守端的表现 同时认为安东尼可以弥补戈登在替补袭上的火力 但火箭的这套阵容,实际上有比较明显的短板 戈登和塔克在同位置上,身高都具备明显的短板 同时,火箭上赛季三号位上的阿里扎,依靠他出色的避养和防守意识 承担了大量的联合火箭防守的工作 作为球队西域的进攻箭头 戈登恐怕需要时间去适应这个角色 同时将哈登,保罗,戈登拍到场上 加上奈特又应商务,原顺利宁和计前赛 火箭此前底薪天下的麦卡威,无疑成为了最大的获益者 这位本来了已经无比边缘化的后卫 或许会在赛季前期获得不少的上场时间 能否在奈特商务前把握住机会 将关乎到他在火箭的前景 总的来说,德安东尼这次的道变证看起来 是一次不小的变化 实际上是在球队人员变动下的球稳之局 火箭若想平稳地度过开赛的磨合期 需要戈登的帮手端贡献能力 需要安东尼在替补席提供火力 需要麦卡威承担起替补空位的角色 对于重新起航的火箭而言 困难和挑战着实不小 好 好 感谢观看